嗯,他松了一口气,在车内这种狭小的空间还在胸掌边上打电话,是局促的。 生怕人说了什么梦浪的话被听到了,紧张加上跟为无限打电话的高兴,心脏跳得很快,甚至有点刺激。 他放下手机,不再去看,双手放在腿上,看上去十分板正。 无限觉得我们食堂不好吃。 嗯,你中午吃太清淡了,明天拍鲜艳的给他,免得以后他来都不敢去食堂。 好,听到以后来,他的嘴角忍不住勾了勾。 回到家饭菜,已经快做好了,大家洗了手,喝了一杯热乎乎的茶,就开始吃饭。 兰家的饭桌一贯沉默,大家也都习惯了。 吃完饭,他没急着上楼,给魏无限发了短信,在庭院走了两圈,对方的电话就拨了过来。 他接了起来,却没有要在庭院和人聊的意思,不够私密。 跟人说了一声,才上楼去。 这孩子怎么这么急? 蓝夫人嘟囔了一声。 给无限打电话吧。 现在的小年轻恋爱真是,感叹完画风一转话说,你什么时候恋爱? 蓝西沉,下画线,魏无限这边天气好,他订的酒店自带的阳台有个躺椅,他正躺在上面晃着。 视频接通蓝忘机说了等他一下,接着镜头开始晃荡,咚咚咚地上楼声,开门,锁门,接着屏幕里就出现一张脸。 你怎么这么急啊? 魏无限笑着戳了戳屏幕,好像戳到他身上去一样,换作之前蓝忘机肯定握住了他的手指,可能还要亲一下。 这会却只能克制地看着他,嗯了一声。 看着这么委屈,今天做什么了?晚上是不是还要忙? 要看资料,明天开会要用。 好吧,那洗完澡再看。 几点睡觉。 他这边是正午,在这个时间点问别人是不是要睡觉蛮新奇的。 蓝忘机有问必答,又跟他说了一些工作的事情。 魏无限没真正接触到,似懂非懂,不过没有打断他,安静地听人说完。 两人聊了一个小时,话也聊得差不多了,蓝忘机问他是出门还是睡觉。 魏无限说,要在这个躺椅上睡一个小时,蓝忘机让他不要挂电话,可以静音。 他知道对方是想看着自己,心里甜滋滋的,把平板放在小桌上对着自己,拉了拉毯子就睡了。 魏无限去的大多数是热门的景点,没什么风险。 晚了半个月才准备回去,他还真的剪了视频,投了几个奖,不过暂时没什么水花。 这半个月一直和蓝忘机联系着,不过不多,对方也是真的忙。 工作毕竟不比上学,有寒暑假,所以他也在犹豫要不要去找他。 刚上班不到一个月,总不能拉人出来陪他玩吧。 他看了看宿舍小群,聂怀桑和他们两个是去片场实习了,也有个伴,不过挺辛苦的,很多打杂的事情都要做。 他在群里问了一声他们现在在哪个地点拍摄,发现居然离蓝忘机家不远,心中有了想法。 没有提前跟人说要回去了,他担心蓝忘机跑去机场接他。 在这边买了几份纪念品,订好机票就开始收拾东西。 他给蓝忘机发了消息说,今天不通话了,要去新地方云云。 他知道,比起冷冰冰的文字,对方更想听到他的声音。 所以,这段日子给人发的信息大多都是语音。 睡了个午觉,登机,转机。 在飞机上看着天暗下去又亮起来,再次暗了下去。 满身疲倦,去了预定好的酒店,泡了个热水澡,才觉得活了过来,擦擦头发和身体。 把手机冲上电,给蓝忘机发了句,好累,准备睡一天。 埋进被窝,闷头就睡了。 他在飞机上想到要回来见蓝忘机非常亢奋,根本睡不着。 手机和平板都被他扒拉到没电了。 这一觉下去,睡了个天昏地暗。 蓝忘机差点被他吓风了,发了消息,该回的时间没回,他查了一下那边的天气,天气正常。 难道是还没睡醒? 又过了几个小时,还是没人接听,他忍不住打电话给酒店,对面接电话,都是慢吞吞的。 交涉了快十分钟,对方才告诉他魏无羡昨天前天就已经退房了。 他忍不住又看了看魏无羡的短信,真的睡一天。 前天就退房了,他突然在想对方是不是回来了,心里涌上窃喜,又按捺下去,还是不敢侥幸,又给魏无羡打了个电话。 这次终于接了。 喂,一开口就是浓重的鼻音。 蓝忘机心里一紧,直接问道你在哪? 酒店呢?好困,怎么了? 哪个酒店?有没有哪里不舒服? 蓝忘机已经站起身来,今天是周五他还在上班,保存文档,关掉电脑,拿起手机和包就跑了出去。 甚至都没有开车,最近公司忙,已经过了下班时间,他和兄长还留在公司加班。 车子留给兄长用,他在路边招了一辆车,上车之后和兄长交代了一声。 匆匆到酒店,提着一大堆东西,找到人的房间,敲门也没人开。 他又开始,今天不知道第几个给魏无限的电话。 开门? 嗯,依旧是浓重的鼻音,魏无限应声把电话挂断手机扔在床上,迷迷糊糊地下床去开门,甚至都没有穿鞋。 头很重,整张脸都稍红着,双眼迷蒙地去拧把手,拧了一下没拧动,又拧了第二下,第三下。 打不开,怕是稍糊涂了。 蓝忘机在外头看到门把手细微地动了动,立马抬手敲门未应,开锁。 魏无限在里头摸锁了一会,才拧开了锁,对方也没催促他。 他一拉开门,就往对方身上倒,蓝忘机从外头来,身上自然是凉丝丝地舒服得很。 蓝忘机把人护着,他两只手都提着东西,没有手能去摸体温,只能半懒着先把人弄进去,结果屋子内的温度一下就让他冷了脸。 这下都不用手测量了,面前人的鼻息和他接触的皮肤都烫了起来。 他甚至都顾不得把东西放好,看到沙发直接把东西放了上去,人被他打横抱起放在床上又用被子裹好,空调也关了。 面沉如水,动作却井井有条,没有丝毫混乱。 魏无羡烧得厉害,没有发现对方在生气,眼睛跟着人乱转。 蓝忘机去烧水拿药他看着,去浴室拿毛巾,他扮痒起来看着,等人出来了,才重新躺回去。 直到对方给他擦了两遍脸颊脖子和掌心,他才慢慢清醒了对不起,让你担心了。 本来要准备的惊喜都变成惊吓了。 蓝忘机面色沉沉,还是没说话,冷水热水对了温水,拆开药拿到床边为人喝下,过程也是一言不发。 额头上的毛巾换成了退烧贴,魏无羡的脸还是红扑扑的,降不下温度的话只能去医院了。 蓝忘机再一次站起身来,魏无羡心里一紧,眼急手快地拽住了他的手,声音沙哑,你去哪? 蓝忘机反手把他的手塞进被子里,还是有心疼和生气,看到这人生病这样也不愿意晾着。 叹气到我拿着哦。 叹气到合胶道